好来看到2017年台湾点藏老茶发展协会在南投创立至今 全台各茶区是开支散业 那花莲县瑞穗香五鹤茶区的东升茶行董事长 年阿端生产推广在地的蜜香红茶品 成效卓越 那么在地的蜜香红茶品也成为了协会今年度点藏的地方特色老茶的纪念茶品 并且揭牌成为花莲点藏老茶的唯一据点 台湾点藏老茶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宏伟及协会干部 台东茶该厂分厂长萧建新 瑞瑟香农会理事长魏清河总干事黄胜黄 和东升茶行董事长年阿端等嘉宾 欢喜拉下红布条 率先成为全台九九长茶品牌专卖据点 现场一片欢喜 推广台湾点藏老茶 台湾点藏老茶发展协会从2017年创立后 连结全台各茶区专业茶人 逐步整合台湾老茶产业 二位协会正式会员的东升茶行董事长林阿端 就特别点藏储存瑞瑟知名的蜜香红茶品 为百年蜜香红茶的滋味打下深厚的基础 一年真的是过得真的很快 真的会非常感谢你们来谢谢 就是每一个协会的会员 他会把自己的茶叶 经过我们协会的认证 包装检验评鉴之后 把它包装起来 像那个林阿端东升这边 他一年就有包装了50箱 一箱是10斤 这个量 那我们协会目前有99位 那所以每一年的量都逐渐在扩大当中 瑞瑟蜜香红茶成为了协会2022年年度的典藏纪念茶 董事长林阿端也感到万分荣耀 除了典藏成为老茶来争执 酒醇的茶品会醇化 对身体也有益处 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地方特色茶另一个品项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道 明尾 明尾 广而